日月十一号星期五下午五点半 欢迎收听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信息 我是志峰 或许这是一则华人社会不怎么关注的新闻 不过却在马来社会引发讨论 甚至批评 说的就是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法案 两位拥有法律背景 曾经担任政府高官的律师认为 该法案有不妥当的地方 可能削弱国家元首 作为伊斯兰宗教首领的地位 以及凸显安华政府威权治国 让宗教司在联邦直辖区内 发挥重大影响力 这两人分别是人权律师 拉蒂法郭亚 他是前反弹会主席 以及前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 署部长Zad Ibrahim 拉蒂法他就指出说 该法案的其中一个条文就阐明 宗教司为联邦直辖区 伊斯兰事务当局之首 马来文是Ketopiha Berkwasa 这无疑会削弱联邦宪法 所赋予国家元首 身为马来西亚 伊斯兰首领的地位 那么联邦直辖区的宗教事务 不能够出现两个当局之首 就是说不能够有两个火车头 两个马车头 不然的话呢 身为最高领导单位的国家元首 他的权威将会被挑战 拉蒂法他就说 这项法案赋予宗教司发布具有约束力的宗教法规 进而干涉穆斯林的日常生活 以及按照可兰经以及圣讯履行宗教实践的权利 他认为宗教司是部长建议下受委的 因此一旦法案通过 联邦政府将有权广泛控制 全马穆斯林各方面的宗教实践 这并非联邦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角色 这违反了宪法的基本结构 因此是不合线的 他指出 法案将会形成前所未有的监控机制 每一条宗教法规都会自动对穆斯林产生约束力 且不会有任何例外 在新的法案下 宗教司的宗教法规是绝对的无法更改 与此同时 Zag Ibrahim他的言论就更加的尖锐批评政府 特别是安华也更加的一针见血 他就说这一项法案更直接的令到 昌明政府展现出他的那种威权治国的一个例子 一旦这个法案获得通过 宗教师将能够在联邦内发挥重大的影响力 那么他就举例说 如果联邦直辖区的宗教师 颁布某一项的伊斯兰法规宣告 比如说燕草是不清真的 是哈喇的 或者要求穆斯林只能够在具备清真认证的餐厅用餐 那么这些法规将在联邦直辖区内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而所谓的联邦直辖区不仅仅是吉隆坡 还包括了布城以及东马的拉伯安纳明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一旦国会通过这项法案 其他州属也可能会反向 这将导致整个国家由宗教师来统治 到时个人的自由在这一项的规定之下 可能就会被侵蚀 甚至是荡然无存 他担心 一旦法案通过之后 就连民众选择用餐的地点 或者其他联邦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将会被削弱 因为穆斯林会受到伊斯兰法规的影响 同时进行商业活动的一些非穆斯林的业务 也会受到冲击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穆哈默纳因他在9月29号的时候就有宣布 政府将会提成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法案到国会已展开二读以及三读 该法案已经在7月提成到国会一读 且之后并未有任何修订 在这之前 布里士拉罗端姑赛塞希拉祖丁他曾经就表示 反对使用马来统治哲理事会的民意为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法案背书 理由是法案对于逊尼派的界定过于狭隘 表面上这是穆斯林群体的课题 与非穆斯林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任何的改变都会间接影响到我们社会的运转 而这个社会是由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 马来人以及其他非马来人多元的民族所组成的 比如在起居饮食上是最能体现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层面 一旦政府规范穆斯林的起居饮食的话 那么国内的餐饮业将会第一个直接受到冲击 或者当宗教师规定说穆斯林不能够饲养某些动物 或者是某些宠物的话 那么宠物店的生意将会受到影响 还有在另外一方面 伊斯兰姐妹会Sister in Islam指出 这项法案将使宗教当局免于法律的挑战 形同赋予无限的权力 让宗教当局逃避问责 这个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观察 那么在没有监督 而且无法提出上述或者法律挑战的情况之下 不受约束的机构和个人的权利 会直接破坏法治的原则和正义 这项法案还试图巩固对穆斯林无公私领域生活的宗教控制 让个人宗教自由与国家允准的限制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 法案的第十一条文禅明 所有宗教法规将具有法律效力 将模糊以宪报与未宪报的宗教法规之间的界限 并且适用于所有身属联邦直辖区的穆斯林 而不仅仅局限在联邦直辖区的当地居民而已 法案也没有明确说明 穆斯林可否基于个人信仰和宗教观点 而免于受到宗教法规线的制约 那么宗教法规是否等同于法律呢 一旦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就是宗教法规等同于法律的话 就意味着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机构 或者是个人 这里个人就是指宗教师 会被赋予超出民主范畴的权利 并且制定联邦直辖区 数百万穆斯林以及其他宗教人士生活 具有约束力的法律 这其实是不应该的 那么如果这项法案被通过的话 建立某一些宗教实践 或者信仰的法律框架 就会引起其他的非穆斯林的一些 在生活上的一些不变 那么其实这一种法律 这一套的东西呢 也是玻璃式拉尔不满的一个地方 一旦这些法案通过的话 马来西亚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这也是Sister in Islam 这个穆斯林组织 他们担心的一个地方 他们认为说一旦法案通过的话 马来西亚的国际形象将会下滑 而且会给人一种负面的印象 就是大马正在逐步远离 原本马来西亚维护人权 以及宪法的承诺 用白话文来讲 这个法案看起来只是针对穆斯林 但是穆斯林群体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他们的反对声量是相当的明显 只不过华人社会或者是中文媒体 对这一方面的观察还不够多 而且在穆斯林社会当中 有虚拟派以及其他的一些派系 那么如果只是针对其中一个派系的 这个生活方式进行诠释 而且这个诠释太过狭窄的话 也会令到其他的穆斯林针对这个课题 有他们的担忧点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则交点新闻 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待会回来还有两则的交点新闻 OK 针对这一题 可能会比较 怎么说呢 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 如果用白话的文来讲说 这个东西呢 大家应该要关注 不要以为说只是跟穆斯林有关 那么非穆斯林可能不受影响 那其实并不是如此 从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说 其实都会受到影响的 而且在这个课题上呢 我觉得应该要站起来提出不同意见 或者是针对这个课题 有不同看法的这些议员们呢 应该要勇于表达他们的立场 以及他们的看法 尽管如此 我觉得在这个课题上呢 会有许多 而且相信会是绝大部分的非穆斯林议员 都会选择沉默 或者他们会以闭门的方式来表达 在这个课题上反对的立场 因为这个课题是完全涉及 伊斯兰以及涉及宗教 那么在宗教的课题上 是非常敏感的议题 尤其是在目前政治氛围当中 稍微不小心呢 都会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 尽管你无心 但是你的言论会被放大成是 你是非穆斯林 你可能在挑战伊斯兰啊 或者是为你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 那么一旦这些东西往你头上套的话 你要把它摘下来就会非常的耗死 也不容易 所以在明哲保身的原则之下呢 可能一些非穆斯林议员会绕过这个课题 那么这也是行动党的前中尉 邓章青 他在他自己的脸书就有提到说 这些议员呢 应该要敢敢的表达他们的意见跟立场 好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带你关注东马的新闻 谢谢大家 我没有听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